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综艺迪上线。 迪丽热巴回应综艺计划,粉丝狂喜。 迪丽热巴是当下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,她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和美貌, 还有着活泼可爱的性格和幽默感。 近日,她接受了会火的专访, 谈到了自己的综艺计划,恐龙扛狼的梗,任安乐的塑造等话题,让粉丝们大饱眼福。 在专访中,迪丽热巴被问到了自己是否有参加综艺节目的打算, 她表示自己很喜欢看综艺节目,也很想参与其中,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计划。 她说,我觉得综艺节目很有趣,可以展现不同的一面,也可以认识很多朋友。 我也很想去玩玩,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机会。 如果有合适的节目邀请我,我会考虑的。 迪丽热巴还透露了自己今年的愿望是去海边看日出日落, 她说,我觉得海边很美,很有诗意。我想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,看看不同的风景。 我希望能有一个假期,去海边放松一下。 当然,作为一个土味情化的高手,迪丽热巴也没有忘记给自己的搭档龚俊留下一个任务。 她要求龚俊跳一段恐龙扛狼的舞蹈,并且亲自为她报幕。 她说,这是一个很火的歌曲,我觉得很好玩。我想看看龚俊跳起来会是什么样子。 我帮她报个幕吧,欢迎收看龚俊老师跳恐龙扛狼。 这个要求让龚俊十分尴尬,她在微博上回应了迪丽热巴的挑战,并表示自己会努力完成。 她写道:"Adir Deli热巴老师你好。我收到了你给我的任务,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压力山大。 我会尽力学习这首歌曲和舞蹈,并在合适的时机展示给大家。请你不要催我,给我一点时间准备。 网友们看到这个互动后,纷纷表示期待和调侃。 龚俊老师你加油啊!我们等着你。 有网友说:"热巴真是太可爱了。他真的很会玩。龚俊也太配合了。他们两个真是太甜了。 有网友说:"这是什么神仙互动啊?我已经笑叉气了。热巴和龚俊都太有趣了。我好期待看到龚俊跳恐龙扛狼啊!" 迪丽热巴和龚俊是《安乐传》的主演,他们在剧中饰演《安乐和弟子园》,展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。他们的演技和颜值都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也成为了最受关注的迎平情侣。 他们在综艺节目你好!星期六中也有过一次合作,表现出了十足的默契和甜蜜。